大家好,我是陶陶山 今天咱们继续新一千零一夜 我们先回到比较轻松的美女话题 以前我们已经讲了夏商周三代王国妖姬 莫习、达己和包四红颜祸水 接着我们讲了春秋四大美女 文江、西归、夏姬和西施 倾国倾城 而且在春秋时代礼崩乐坏 儒家礼教也没有占统治地位 男女还很开放,对吧 所以又文江、夏姬这样子的乱伦 难欢女爱故事 接下来我们继续讲中国传统意义上 四大古典美女 陈渝洛宴 碧月修花 陈渝又和春秋四大美女 最后一位西施重合了 算是一个过渡 洛宴呢 是西汉的王昭君 碧月三国的貂蝉 修花 是唐朝的杨贵妃 这四位跟前面的红颜祸水 清国清城比较起来 多少有一点悲剧色彩 对吧 有一点红颜薄命的感觉 包括重合的西施 表面上看西施呢 好像急进胡王夫差的荣宠 给他造孤苏台 管挖宫 木屑郎 但是呢 他毕竟是越国的电谍 目的是要搞垮你 对吧 而且按照民间传说 他是范里的情人 那么他要牺牲爱情 承受内心的苦闷 付出自己的青春年华 我们再看西汉的王昭君呢 本来是汉宫第一美人 因为不愿意贿赂画工毛岩寿 把他画得很丑 结果三四年时间 都没有得到汉原帝的灵性 所以当匈奴缠鱼 呼喊也缠鱼 过来求亲的时候呢 他就豁出去了 对吧 愿意远嫁匈奴 匈奴远到什么程度呢 匈奴王庭 就是说 一种说法是 在今天的蒙古国 乌兰巴托 你想想那的多远啊 苦寒之地 对吧 所以这个牺牲是非常大的 我们再看三国的貂蝉 貂蝉拜月 貂蝉 是王师徒的婢女 被收尾异语 送给那个超汉 老头董夺 然后再让他呢 跟吕布有一腿 挑拨董夺和吕布 这两义父子之间的关系 也是以色相示人啊 去调拨是非 冒着极大的风险 做出了很大的牺牲 唐朝的杨贵妃呢 好像没有什么牺牲 对吧 极尽荣宠 甚至也像这个 红颜祸水倾国倾城 但是呢 他毕竟是唐明皇李隆基 抢过来的儿媳 多少一开始 内心还是会有些苦闷的 最后的结局又很惨 在马未波 自意而亡 对吧 所以没想到 所以也是一个悲剧人物 我们用陈渝 落雁 碧月 修花 都是来形容他们的美 鱼儿 大雁 月亮 还有花朵呢 看到他们都自惭行贿 对吧 但是啊 你在网上呢 也会看到 有另外一种网文 说这四大美女 各有瑕疵 对吧 这种网文呢 你往往会嗤之以鼻 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 社交媒体时代 微信公众号 很多小编 为了吸引眼球杜撰的 但其实呢 早在我小时候 我小时候 那个年代 就我情斗还未开的时候 我父亲就给我讲过 四大美女的故事 类似的段子 说西施脚很大 所以呢 他穿一个高跟的木鸡 还用长裙罩住自己的脚 还会在腰间寄一个 红色的笋指上面有铃铛对吧 走起路来了 就会踢他踢他 叮叮当当的响 去河边换沙 那么那些鱼儿听到了 就吓得沉入水底 这也就是沉鱼 王昭君 长得虽然美 但是他有一个瑕疵 就是靴肩 也就是溜肩 肩膀很窄 对吧 也许化工毛炎兽 并没有丑化他 就是把他这个肩膀 画得很窄 对吧 当然还有一种说法呢 说是在他的眼睛下 画了一个内字 通常说这种是一种客服相 所以没有得到汉原帝的宠信 但是那种说法呢 就是说他是靴肩 对吧 然后昭君出塞呢 你想到了塞外啊 都是大漠黄沙戈壁 多么悲苦 远离家乡故土 那么他就在马背上 弹这个琵琶 你看马背上呢 得多抖啊 对吧 那怎么办呢 他又是个靴肩 你一弹 他一下子滑下去了 多尴尬啊 所以我们看到那些画上 通常呢 王兆军都是穿着一个披肩 那个披肩还很硬 对吧 这样就都遮盖了 他这个靴肩 这样子的一个瑕疵 而且你把琵琶 靠在上面还很稳当啊 就可以弹你的琵琶曲 非常动人 天上的大雁 看到了哟 哟 是吧 想不到下面那美女啊 这两天好像看上去比我张开翅膀还漂亮 对吧 一下看出神了 忘记飞行 落下来 这就是落雁 接下来我们再看三国的貂蝉 貂蝉败月 对吧 连他的义父王允呢 看到月下的女儿貂蝉 那种美色 都围着动容 但是貂蝉 他也有一个瑕疵 就是耳朵有一点小啊 为此十分苦劳 也因为拜月的时候呢 看到月亮的圆润 皎洁 明亮 受到启发 为什么我不可以做两个像明月一样的耳罪 吊在耳朵下面 这样子呢 就掩盖了耳朵的小 而且呢 让自己看上去显得光彩夺目 对吧 最后一位 杨贵妃 明花金国两相欢 长得君王戴笑看 杨贵妃的美呢 让玉花园的花儿自残行贿 他一靠近那些花儿的凋谢了 对吧 但是另外一种说法 说是杨贵妃有胡臭 靠近那些花儿呢 那些花儿被熏到了啊 都给熏颠了 但是这种难言之隐不可告人 怎么办呢 他就让唐明皇给他修化清池 化清宫 常年就住在化清宫啊 整天就去泡那个化清池 去沐浴的吧 总是洗啊洗啊 然后放各种各样的这种香料啊 去掩盖自己的体透 当然了唐明皇也就蒙在鼓里 对吧 对他极尽宠爱 反而身上好像感觉有一种异香 所以这种说法也非常有意思 对吧 是一种民间的段子版 并不是到了今天这种网文时代才有啊 好早好早就已经有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一个一个讲他们的故事 西施和杨贵妃我们已经讲过了啊 那么我们就讲一下王昭君和貂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